2023年5月开始 很多人都要笑了 看看名单上有没有你啊 第九条 你要是不看的话 你要损失11个月的工资了 第一 农民伯伯笑了 一亩地最高可领取1500元的补贴 第二 要赠送房子的朋友 笑了 夫妻祖孙辈之间过户 继承房产 免征其税了 第三 郑公娘娘笑了 老公送给小三的钱 全部都能要回来 第四 有手机的朋友笑了 垃圾软信啊 诈骗电话 不会再有了 公民的个人信息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第五 有工作的人笑了 就算只上一天班都要给工资的 第六 买房的人笑了 拿到房产证后 可以申请退税费了 第七 小区的业主笑了 小区停车费啊 电梯啊 广告收益 归全体业主共有 第八 拆迁户笑了 就算是违章建筑呢 也得合法赔偿 违法强拆 更是不行的 不但需要赔偿家电的损失 并且呢 怎么拆的 你得怎么盖回去 第九 没有劳动合同的朋友们笑了 最多呢 可以获得的是一个月的双倍工资 不管这些啊 继承法 收养法 合同法 务权法 侵权责任法 等九本与我们信息相关的法律 统统作废了 分效实施的 明法典取而代之了 谈了很多精彩的围裙故事啊 通过插图通话的方式啊 从出生啊 到读书 到买车 层家立业 分家稀产 生老病死 等等方面的法律知识 都离不开这一本 写满大家权利的书 我觉得啊 有空呢 您可以多读读 遇上呢 咱不求人呢 做自己的考栅 做自己最坚实的后盾 喜欢这本明法典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左下角链接 进行购买